他本身设置设置我们的那个text的时候 他的方法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个settext 对那就是方法名称 这就是反射了 其实这整个过程都在用反射 然后再把值传进去 当然他还提供了更简单的方法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看一下这 settextviewtext 这个就更简单了 这就直接就是一个组件加值 所以你看这个相当于是对刚才那个的一个特殊情况 现在这种方法的话 textviewtext的 那你说怎么有buttonviewtext的 因为button也是继承于textview的 所以我们用他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我们来用他 r.id.button click 这样子我们再来去更新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效果 运行一下 就通过这么简短的这么一点点代码 我们就可以来更新到我们远程的launcher上面的vidget里面的去 大家看是不是已经变了 当然你现在再添加一个 也是一样的 我们顺便来看一下这个log 我们从零来添加一下这个log 我把这个先删了 我添加一个vidget 我说了update里面其实也包含了uncreate 所以我们在添加的时候 由于我们去更改了他的这个值 所以我们在添加的时候 他这个值就会变化 他不会等到三秒钟之后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看天上来就变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过程 unenable unenable我们说了是第一次 这个vidget上来的时候 会unenable 那么然后是unre-save unre-save实际上就是系统发消息 这个我们都不管 也有可能他会接收到别的消息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不去管unre-save 我们重点看这几个 unupdate 那么也就是说 刚天上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执行了我们的这个更新 那么下面 我们再来 再添加一个 又添加一次 看这里就只有unupdate了 就没有enable了 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他不是第一个了 好现在我把删掉 就一个undelete 删除了手就会掉用 再删一个 除了undelete 肯定还会掉 disable 果然如我们所想 果然如我们所想 所以这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unre-save re-save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下面我们说了 我希望点击了这个按钮之后 再给他加上一些事件 我们再来看一下是怎么用的 如果说我们要给他加一个事件 同样的 我们还是来研究一下我们的remote view 同样的来研究一下我们的remote view 加入事件 我们看一下他有没有看似能够给他设置事件的地方 好像没有 但是有一个这个好像有点像 虽然不是个监听器 叫setunclick pending intent unclick我们知道干嘛的 pending intent 我们也知道干什么的 对不对 在notification的时候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知道 原来是通过这个来进行 他的一个 在点击事件的时候 执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intern的设定 同样的 这儿给他一个view id 那么我们就是点击按钮的那个view id了 有的朋友在这儿容易把view id和app widget id混淆 千万不要混淆 view id表示我们的一空间 好 就这个 这个按钮 当他点击的时候 他是通过把这个pending intent pending intent的方式 来进行 进行他的一个 下面的要进行的事件 这样一个触发 那么pending intent 怎么来用呢 怎么实力化呢 还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通过get的方式 能有三种 比方我要让他去启动一个activity 如果你要让他发广播 就通过这个 如果让他启动service 就这个 我让他去启动一个activity 这个activity的话 contact传入上下文 这个编码无所谓 没有什么编码 我看让他启动哪一个activity呢 这有一个intent contact 这可能朋友们有给他看晕了 换一个行 内容有点多 我们主activity是哪一个 这个 sunday launch demo 这个 我们让他去启动我们的主activity 这个也给他设定 用不上 因为我们又不打算 就是说 他点了这个按钮 他启动过后再返回 我们还要等值 如果我们需要的话 这些地方就要注意了 好 这样子我们就加入了一个事件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起到作用 先将个窗口小部件 把他放上来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sunday click 看是不是起到作用了 所以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远程的这个传输 那么在这里 谁鞠躬至尾啊 是不是两个东西鞠躬至尾 一个是我们的app widget manager 另外一个是不是就我们的remote views 那么当然我们也会去跟踪一下 他们的内部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那么 remote views 我们我们先来再介绍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可是鞠躬至尾啊 对我们整个过程而言 他就是我们的一个 就把他想成是远程仕途的这样一个映射控制 映射控制 那么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remote views 他 可以用如下的layout 就是我们 相对我们的远程的这个视图啊 在他inflator的时候 可以用如下的layout 那么这个其实说白了 也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app widget的第一层 你们在定义的时候 第一层我们最好用这样的 这下面三个layout 不然的话其他就不好支持 就是frame layout lanar layout relative layout 其他的就先不要用了 像table啊这些你就不要用了啊 就不要用了 即便你要用列表 你也要放在他们下面 还有如下的 而且用列表 最好不要用table 用列表的话 你要用grade view 用grade view这样的一些空间 你不要用那个什么table layout 还有如下的一些视图元素 你看这几个 包括时钟 按钮 计时器 这些元素都是他支持的 在这个之外的元素 你就不要考虑去用了 明白了 这算是一个约定吧 这算是一个约定 那么在这个过程 我们完成了之后 我们下面来跟踪一下 我们刚才操作的这个过程 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 你随时都要想什么 想什么 想三个对象之间的关系 哪三个对象呢 就是我们的launcher 还有我们的app 还有我们的谁啊 app app widget souris 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三个东西 他们之间的关系 好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刚才我们完成了这个操作 这个操作很容易完成 对不对 特别就算你忘了 你参照官网来写 对吧 关键重点在于 大家要理解 在这个过程中要理解 那我们要研究 他们的一个关系 怎么着手呢 你猜一下呢 怎么 怎么入手 我们先把这个打开嘛 souris 打开 从哪儿开始 是吗 为什么要 我们说 找分析 找入口 这整个流程 这整个流程 它的入口在哪里 整个流程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流程 就是update这个流程 它的入口在哪里 这三个关系 从我们编码来说 入口是在unupdate的那个地方 但是实际上 把这三个对象都纳入来考虑 那它的入口应该是在哪里 就是它的起点 应该是从哪里开始了 至少我们要分析 至少是不是应该从哪里 是不是应该从森的 bocas的时候开始 你不要直接就来update 你要先找发消息的 你不要先直接就来找接消息的 对不对 你要先找发消息的 当然 更更往上的话 我们就要还要来找它的那个 初始化的时候 得到的那个时间更新的参数 即注册 对不对 那么那个就是我们initial的时候做的 我们昨天也简单的讲过了 那么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已经有了那个对象 通过那个info 我们已经把这些什么 更新时间节点啊 时间阵格啊 这些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下面我们是不是要找是从哪里 把消息发出来的 好 我们来找一下 先看一下我们的launcher吧 我们因为可能有的朋友会怀疑我的想法 说万一是在launcher里头发的呢 我们找一下send啊 你看想找send bocas的 结果连send都没找到 对不对 那肯定不在这里了吧 好 ok 那么 那我们在哪里找呢 那我们就在下面这个服务里面找 app widget service里面找 我们在这个里面来找一下send send 好 这里可以有几个send啊 有什么send enable intent lock send initial initial broadcast 这个是初始化的这个bocast 还有 反正还有一个send 那么我们在这里判断的时候 搞不清楚的时候 我们去看哪一个呢 这里还有一个小窍门 就是我们 在接收它的时候 manifest里面 我们接收的那个action是什么 还记得吧 就provider 他注册了那个action 看一下他接收了action app widget update 对不对 好 我们猜 他发的时候肯定也要发这个东西 就是肯定的 我们再来搜一下 app widget update 他这个有点 有时候有个大消息识别 app widget ok 我们来搜一下这个 好 在这里找到了 找到了 当然这个是load app widget list 这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重点要找他什么时候 把这个广播发出去的 对不对 继续找 往下找 我知道了 这个搜索 有的时候会跟这个 录像软件的快捷件出冲突 好 我们再找到这 这就有个发送广播 这个发送广播 并且发的就是这个 并且发的就是这个 而且重点看一下 他发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个extent Intent里头 传了一个 他要去更新的 这样的一个 ID 就是widget的这些ID 这不就是我们当时 接收的时候 要获取的这些东西吗 对吧 好 这个名字我们看着有点像 我们先保留 叫 send update Intent logs 其实就是他 我们再往下找 还有不要 又不能往下走 快捷件冲突 好 下面又有 这是注册一个网络 一个个找下去 还有一点麻烦 快捷件冲突 又得一个个去 再来 我按F4不管用 没了 好 那就是我们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是send的 我们的update intent log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过程是怎么走的 send update intent log 设置了一个intent 然后呢 把这个这个intent里面就有这些参数 组重点 说白了 其实 其实就一个action 加一个什么 这个id 重点就是在这个id上面 对不对 好 把它发出去 那我们看什么时候来调的他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时候调的他 send的初始换 广播的时候来调的他 我们看一下send的初始化广播的时候 调用了他 那么什么时候又调的send的初始化广播呢 接收广播 接收到系统启动完毕的这个广播 就会调用他 这是一个情况 还有 我们再继续找 这个就是表示系统启动的时候 就是系统启动完了 就是我们launcher加载的时候 他就会发这样一个消息 去更新我们的app vgit 对吧 就很容易去理解 找到上面 不要 send 呀 刚才没把那个名字copy下来 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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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一块的话 也就是说 这个不是update的 update是更新 这是发广播 发广播的意思是 失去请求 还有地方调 再看一下 还有地方没有找出来 主要是快捷键冲突 这个是enable 这个是这个 send当前的这个broadcast 找一下 我把这几个都找出来 注册广播的时候 broadcast bound and resale 给大家看